好 各位同學你們好 好開心在這裏 我們的主題就是 婚姻和婚姻輔導 這件事在現今的世代是非常之需要的 當你學到如何建立你自己的婚姻 和輔導別人的婚姻的時候 是很需要的 為什麼很需要呢? 因為當基督徒建立一個好的婚姻和家庭的時候 第一是享受自己的開心 第二是有好見證 和能夠同心侍奉是非常之美好的 當你能夠建立這樣的婚姻 但事實上在這個世代是很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魔鬼用的武器就是攻擊婚姻和家庭 很多很多基督徒的婚姻都有產生問題 其實當你和很多夫妻聊天的時候 如果她沒有學過夫妻相處那些 而她沒有刻意處理 多數都是會有很多衝突的 就是有些不開心的事 懶惰、激怒、激怒、激怒、吵吵、吵架 產生了很多問題 產生了很多問題 輕的就開始有時會發怒 但後來化解了 化解了是好的 但如果她持續有一種感覺不好的時候 持續下去 她就可以繼續產生問題 就會積怨 積怨上開始厭倦 即覺得對方很煩 很煩 即是覺得和你相處真的很難 也有時會容易有婚外情 婚外情不是一定有性關係的 就是她喜歡和另一個異性聊天 多於喜歡和她的配偶 因為覺得和她聊天 她不會批判 因為夫妻關係 男女關係 拍拖的時候 初期只是吸引 那時候是比較少的衝突 那怎樣吸引呢 很多時候 不同的性格會有吸引力 譬如有一個 什麼都想清楚 她看到另一個很爽 她又覺得很好 但當她相處一久 就不同了 而男女相處 很多時候都可以這樣的 因為女性很體重關係 從小時候開始 女性很喜歡人際關係 很體重 很依賴 很期望 在中間得到滿足 我曾經在 以前的教會 事奉的時候 第一間教會事奉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些人出來 由牧師站在門口招呼 全部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發覺那些小女孩 很小 一、兩歲 她很歡喜 多數都很歡喜 看到我都很歡喜 很多反應 其中有一個女孩 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回去 就在某一個場合 看到那個女孩 她就是 我忘記她 她記得我 她就說 她稱呼我英文 Pastor Yip 我問你是誰呢 她就說 以前 她小時候 她跟她爸爸媽媽出來 她就會每次都跟我很開心招呼 很明顯 她是覺得這種關係 她是開心的 但相對地 因為多數的男孩出來的時候 就要是手持著車子 持著一件玩具 或者是沒有東西持著 不過不會看著人 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多數的反應 是有少數的男孩 有反應 是一定不會像那個女孩那樣的反應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 女孩是會體重關係 但因為體重關係 亦都是會更大的期望 以及更大的失望 而男性通常來說 是比較難表達 以及不想這麼多說話 即是不想這麼多說自己的內心世界 於是女性 太多事了 初期男性追求女孩 其實男性是體重事情的 所以男性追求女孩 是一件事業 大家可能很奇怪 為什麼事業呢 因為她要成功追求女孩 就是代表她成功做成一件事 就是一件事 當這件事做好的時候 她就覺得這件事已經做好了 搞定 Job done 做完之後 她的興趣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女孩就不是 她就開始很有興趣 希望有更多溝通 但是初期男孩和男女相處的時候 男孩就有很多話說 因為第一就是想追求她 第二就是大家都有新鮮感 而且那時女孩就沒有什麼期望不大 於是她說了很多話 女孩不會批判的 但是當相處得久了 女孩開始覺得她 你很多儀態都沒有留意 你又不關心我 你又不記得我的事 你又沒有對我有什麼表達 於是女孩開始失望 失望的時候她就期望很多 她期望很多 以及給壓力 她已經開始 就會覺得 沒有開頭的時候那麼開心 這個我講一個普遍的情況 不是講全部的 而結婚之後就更加嚴重了 為什麼呢 要大家相處 天天天相處 那太太就很希望丈夫時時跟她溝通 關心她 時時是關心她的感覺 尤其是不開心的感覺 男性來說就覺得不開心就不要說那些 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不開心的東西你當作沒有一件事就行了 這是男性通常的傾向 所以當女性在那裡說 那個耳朵很忙碌 很沒耐性 於是沒有什麼反應 那個女人看著她 就覺得跟你說話好像鳳翔一樣 好像跟鳳翔說話 於是失望越大 而失望越大 她的反應比較通常就是情緒表達 就是很猛狀 那猛狀的時候 男性開始覺得很大改變 以前她是少女的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 真的很活潑、可愛、可愛、動人、吸引 現在變得很暗沉、長氣、啰嗦 很多壓力 她就會越來越不喜歡 當她不明白男女的分別的時候 她就會在這裏卡住 卡住之後 關係一直變差 但如果她學過有什麼分別呢 她知道女性很想有溝通 而女性也要學著一件事 不是男性一定要讓人對 做得對、好、合她的心意 才會歡喜 而是她願意溝通 太太也會歡喜 丈夫就有動力繼續溝通 如果跟她說話不合聽 你怎麼說話是這樣的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這樣的時候 那個男人開始沒有興趣說 很怕說 這樣關係會變差 變差的時候 出去外面 無論是同事朋友、基督徒朋友 聊天大家很爽 就好像初頭拍拖的時候那麼爽 因為她沒有條件 大家聊天而已 就覺得很好聊 很好聊的時候 就覺得 跟太太比較大分別 太太現在很暗沉 很長氣 很囉嗦 很多要求 但是那個女生沒有什麼要求 大家很輕鬆、很開心 所以就變成了 真的很享受 這就是一個可以發生的婚愛情的情況 就是感情放在對面已經是婚愛情 就是因為婚愛情有幾種 就是有些是感情上的 溝通的 這就是魔鬼在這個時代很大的攻擊 亦都因為網上的網絡 很多人很容易在WhatsApp大聲溝通 溝通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就經常溝通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經常都 看著手機一直看著 看著訊息 開始覺得 那些懂得的女生的溝通 不能讓太太看到 太太看到不喜歡 於是 要藏起來 不要讓她看 那時候已經有問題了 但如果她分辨到 即是她明白 她是另一個女性 不是我太太 我不可以建立跟我太太的關係 我一定要劃清界線 劃清界線不一定要說 不要走過來 不一定要這樣 但是自己會給一個界線 我不能夠依賴這個人 不能讓這個人依賴我 不能夠有頻密的溝通 一定是 比如說 有些合作 有些工作 總之不是一直在磨 不一直在磨的溝通 她懂得這個分別 還有留意到 女性 當她喜歡一個男性 喜歡跟她溝通 她可以 同樣 即是說到女性 很體重的關係 她就會覺得這個人 給我滿足 雖然她結婚 但是她給我很大滿足 於是雙方面就會有吸力 這就是魔鬼這個時代 很大的破壞 有很多的婚姻 其實有些人找我輔導 兩夫婦都一樣在一起生活 但是曾經那個丈夫 是被一個女性 即是跟女性的關係很密切 甚至那些溝通 是很過火的 但是那個男人 又不是覺得很大件事 我亦都曾經輔導過這樣的人 但是她是好的結果 那個情況 因為那個丈夫 都是想建立婚姻 不想被那個人影響 即是覺得那個關係根本不切實際 這些是好的情況 但是如果沒有人去輔導 或者她不懂得分辨 是會很大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原來這就是魔鬼這個世代的攻擊 而基督徒能夠和太太 或者丈夫有很好的關係 是一個禮物來的 正如我和太太 是很大的禮物 而且男女的分別 因為男性總是看東西 是比較用理智的那方面 比較多些 女性的感覺多些 人的關係多些 那我太太會很多時候 給我的意見 是幫助我的事奉提升的 所以這個都是 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全面性的成長 我們知道原來 這麼重要 我希望大家用心去學習 學習之後 也都操練 操練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每一堂都會找人 在這裏如果 那些人 如果有人 其實有些人 可能不止一次示範輔導都可以 就是 到底我們有幾對 或者教會有幾對 有沒有些人可以來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而我 就是講明 今次我們的內容 有很多是這本書拿出來 但也有我自己的 輔導的方式 放在裏面的 那這個就是 大家都有這本 《夫婦輔導的理論與實務》 是歐場光著的 還有我在 那些施錄 都每一處 是會顯示第幾頁 大家可以看的 還有這個 PowerPoint 我會放在 我放在群組 但我現在 在最後那裏 還會再加多些 加多些的時候 我會把整好的版本給你 但這個 我都可以給大家 然後遲些 再做完之後 再給一個更新的版本 好了 那這個第一章 或者這樣 我們時間關係 我就想跳去 葉牧師輔導方式那裏 對不起 你要和我一起去找一下 不如先看一看這裏 先看一看這裏 性別角色的互動 OK 在這裏 我們 這個其實 認識兩性的分別 是婚姻的 美滿婚姻的其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基礎 如果沒有這個知識 可以說是很困難 男性永遠的思想模式 是不會跟女性一樣 女性也永遠不會跟男性一樣 我也跟我太太說 因為其中一件事 我們曾經有發生過一些 一些誤會的 就是對於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的解釋和我的解釋 試過有些事情 是她告訴我 是她關心的事 但我就忘記了 我忘記了 她就會捍衛 一個關係的問題 她就會覺得 我不關心她 我不是不關心她 我是很關心她 我是不記得 我連自己也不記得 我忘記了 你的事情不是關係的問題 是我不記得 但她來說 她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很接受 她說 你打球一定不會忘記的 你一定會記得 但我告訴你 你忘記了 我也是 這件事是真的 但我一定不會忘記 不過 有些我的事情 我也會忘記 有時 我試過有一次 真的很嚴重 我那天要教書 是忘記了 人家打電話給我 我馬上飛去 我也試過這樣的情況 人也會忘記 她的傾向 就是看到任何事情 男女關係很多時候都發生 女性會看到很多事情 覺得是跟關係有關 即是她不珍惜我 不疼愛我 男性未必是這樣的 她覺得 這件事是一件事 不是跟關係有關 我跟她說 有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第一個解釋 她第一個想法就是 關係的問題 其實她很肯定我是很愛她的 因為我經常都表達 不過有時有些事情 我會忘記了 這個是她 我還記得有一次這樣的 我們有個聚會 她就告訴我 聚會完之後 她要幾點鐘到達醫務所 但我是忘記了 忘記了 她在那裡等著 她就很心急 她就很懶惰 這個就是一個 她就覺得我是不關心她 但我就覺得 我就告訴她 我真的忘記了 她就希望我很快趣的道歉 就是她很快會放手 很快會 我曾經跟她說 我曾經跟她說 我到死的時候 我都會一樣 有時 有些事情 我不會看是關係的 在我的思維 我的本性是這樣的 而她的本性就是 所有的事情一發生 不是一定說關係不好 總之是跟關係有關的 這是她的本性 我不知道 我們中間的夫妻 有沒有這種情況 就是有沒有覺得 有什麼事情發生 都會覺得跟關係有關 這裏就是性別角色的互動 在這本書裏 其中有講到 其中她一個輔導的時候 一個基礎就是 兩性的差異 兩性的融和 和性別與權力的差距 男女的分別 男性通常喜歡活動 大家看到那些拍照 專業拍照 不是手機拍照的那些 找到大相機 下棋 是多數是一群男人在那裡 那些女人 有時坐在一些公園 不是下棋 又不是拍照 是聊天 男性很少 兩個男人坐在那裡聊天 真的很少 不要聊 聊什麼 聊什麼 找工作去做 而女性 是投入家庭關係 大家看到還嬰兒 女性看到嬰兒是很喜歡的 但男性就會很奇怪 如果不是她的嬰兒 有什麼喜歡呢 有個女性看到另一個嬰兒 很興奮的 但男性 不是嬰兒一個 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那個本性 神做了女性 看到嬰兒是很喜歡的 男性通常 除非她自己的嬰兒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那麼她就不喜歡講感受 男性 女性呢 有感受不套不快 還有如果捱著 好像壓力鍋一樣 是一定要講的 男性是需要學習 才懂得愛和關心 和留意一些小事的 而女性呢 她是願意付出愛 但是同時她想得到愛 所以另一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如果一間公司 大部分都是女性呢 她就會很緊張老闆喜歡誰 因為她不只是在夫妻關係 在人際關係也是 老闆喜歡誰 老闆做了什麼動作 老闆跟誰聊天 他們會很留意 如果老闆喜歡某些女性 其他女性就很妒忌 又會很想爭寵 亦都在過程中 互相之間有很多很複雜的 人際關係 又妒忌這個妒忌那個 這個就是 如果一個地方是很多女性的時候 因為她很想得到愛 所以有這個關係 但是男性的問題是什麼呢 男性的問題就是 很難關注人的東西 很難留意人的東西 所以溝通的東西 跟她的感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很少溝通她的感覺 所以如果全世界都是男人 這個世界的家庭是不會 就是不會維繫到的 因為那個感覺是不強的 但是女性就是神創造 其實這些分別都是神創造的 女性就是神創造 有關心所以有家庭 男性就是神創造 是體重事業 所以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事業 和人類的創造 都是因為男性為主的 因為她是很體重事業的 這個就是 男女的分別 也都是造成問題的原因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有這個原因 如果人類沒有犯罪 是不會有問題的 神創造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犯罪之後 男性沒有那麼快明白女性 為什麼她經常都這麼緊張 我要陪她 為什麼這麼緊張 我要告訴她 我愛你 我關心你 留意她的事 覺得很不明白 因為男性呢 當然男性也喜歡人關心她 但是不用一定要經常告訴她 我愛你 我掛念你 男性來說 未必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的 但是女性來說 是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男性容易忘記家庭的責任 家裡的責任 但對家庭的責任 女性是很強的 男性很怕聽到囉嗦 女性傾向容易囉嗦 當然有些相反的 有些男性都會很囉嗦 這個不是一定的 這個圖 大家看看這個圖 就是女性和男性的想法 看到的 寶寶 聊天 尊重 愛 安全感 鞋子 男性來說 有時候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雙鞋 這麼多種顏色 男性是幾對 有些經常都是穿著去 那一對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男性三次重複是什麼 Sex 所以男性通常拍拖的目的是什麼 幾個男生談什麼 那時候我在中學的時候 那些男生就會談的 講和那些女生做什麼 什麼時候牽手 什麼時候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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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跟身體接觸有關的 一個注目就是在這裡 而有很多男性想拍拖 追求都是希望得到性關係 即使在基督徒中間 我認識有一個人跟我說 她說她的侄女 現在很慘 跟一個教會有侍奉的男性拍拖 而這個男性後來知道 已經跟五六個女性有性關係 而教會是未知道 她還在教會侍奉 現在這個女性很喜歡她 但遲早一定跟她有性關係 那男性也有很多問題 她叫我跟那個女性聊天 跟她的侄女聊天 我跟她的侄女聊天的時候 她也知道那個男性有問題 但她沒有人放手 結果是完全 結果她跟我聊天的人斷絕關係 不想再聽到對方提及她的問題 而很多女性不知道 男性很喜歡一個女性的時候 她說她很喜歡的時候 其實她很喜歡跟你有性關係 這是一個事實 她未必真的喜歡跟你過世 她只是喜歡這一陣子 她很想跟你有性的關係 但是女性是很想吊的 所以那些歌曲也有的 大家都聽過的 《美麗謊言》 告訴我一個美麗謊言 你愛我吧 很奇怪 你明講明了 你告訴我一個美麗的謊言 你是愛我明明的謊言 她也想聽的 還有這裡講到 吃東西、TV、酒、看球 男性的觀點 看重自己的地位 被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要夠聰明 男性想到什麼呢 我要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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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聰明 爭脫要爭贏 這是男性很看重的事情 所以如果女性 就說你沒用 你愚蠢 你不及其他男人 男性就會很不喜歡 而且就會 轉離太太太 就覺得她 看小我 看低我 我不喜歡她 她會看重被尊重 而且不喜歡受命令 有時有些女性會好像 可以指派我丈夫去做什麼 她不喜歡 因為她覺得 好像你比我高 她不喜歡有人比她高 喜歡談論誰高誰低 誰較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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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兩個圖 兩個將軍 看看有多少徽章 然後打開的衣服 我裡面還有更多 我贏了 這就是男性那種喜歡 競爭 我比你厲害 女性的觀點是怎樣 看重人際關係 看重被關愛 看重內 分享內心世界 女性通常都會問這句 男性很少問這句 你是不是以後都敢愛我呢 男性很少會這樣問 比較少 男性處理情緒是怎樣 他喜歡躲在山洞 又不開心 他不想任何人問他 不想談 他自己躲在地方 自己去想法 或者不想 睡覺 睡醒覺才算 即是逃避 喜歡逃避的感覺 需要空間去處理 不喜歡太早告訴別人 解決了 解決了都不用說了 即是等到解決了 解決了都不用再說了 而女性處理情緒 就是 鬧情緒的時候 好像壓力煲 因為那些壓力 一直加增加增 不好不快 即是如果不說 是很不行 很不開心 向人傾訴 等於分擔 這個男性有時候 不太明白 講完都沒有解決 那怎樣分擔呢 但他覺得有人接受他 因為體重人際關係 所以有人接受他 即是分擔 即是有個人關心我 就已經是 那個問題 解決了一半的心態 需要透過傾訴 來舒解情緒 而男性是喜歡用活動 或者忘記來處理情緒 男性處理配偶的情緒 男性喜歡用行動幫人 如果一個女性說不開心 她是救火員 你有什麼問題 我立即幫你 你要做什麼 我幫你做 你有什麼 有個人對你有什麼不好 我去跟她談 她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認為分擔情緒沒有什麼用 分擔責任就有用 但是分擔情緒沒有什麼用 女性處理配偶的情緒 如果丈夫有情緒 喜歡尋根問底 一直問下去 但是男性不喜歡說 慢慢問 慢慢問 為什麼不開心 誰令你不開心 她做什麼 男性又不喜歡說 有時候問到一些事情 她覺得醜怪 不想說 希望能夠分享對方的困擾 因為女性問的原因 就是希望分擔她的困擾 但是男性就不想說 所以男女相處是怎樣 男性就多些關心女性 還有有耐性去聽 她說她的困難 耐心去聽 不要這麼快 不要提議幫助 只是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你真的很不開心 你真的很大壓力 你真的很激氣 認同她的感受 不代表認同她是對還是錯的 我們不一定說 那個人真是壞 不過有些女性 喜歡別人這樣說 其實基督徒不應該這樣 我們只是認同 你受傷 你不開心 男性就要學這件事 女性學什麼呢 不要這麼長氣 因為男性聽的時候 沒有心機聽 還有引渡丈夫 或是男朋友 或是朋友 有時不只是丈夫 是男女朋友 同事也是 這樣就告訴她 我想你回應我 告訴我你的感覺 我想你把你內心的世界 告訴我 我想你聽完我說話 有些反應 你這樣說我就喜歡 這樣男性就會知道怎樣做 這個是男性需要學習的 越懂得回應女性 關係就越好 無論是甚麼 即是甚麼關係都一樣 即使我作為牧師 除了在夫妻關係 那些同工關係都一樣 有些女性的同工 她是很期望 讚賞 我通常都讚賞 但有些人會說 你個個都是這樣讚賞 即不算讚賞 要特別點讚賞 還有有時說 你讚賞她跟我讚賞我不同 她會留意這些東西 所以作為牧師 都是要留意的 因為女性是會很依賴 希望得到讚賞 或者特別看重 有時就變成一種依賴性 因為她體重人的關係 所以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其實男女都是重要的 女兒建立關係很重要 譬如教會建立關係很重要 不過女性 在一起多 亦都會產生很多人際的問題 所以兩樣是需要平衡 以及女性的學習 正面看很多事情 或者不是用情緒去回應 怎樣處理 這些都是女性需要學習的 男性需要學習 聆聽多些 關心多些 女性不開心的時候 就學習 告訴對方不開心 就不是爆發不開心 一爆發不開心 那個男性就覺得被攻擊 即是你說我錯 即是我做得不對 所以你生氣我 她就很難受 但女性就可以說 我現在很不開心 因為這件事發生 我想你陪陪我 你告訴她這句才行 因為男性是要畫公仔 畫到出場的 你不說 我想你陪陪我 她只是覺得你發脾氣 我想快點離開 而夫妻 丈夫又可以 當女性有不開心時 可以捉住她的手 抱抱她 她就覺得是溫暖 其實都需要了解 有些女性 當她有時發脾氣 因為她沒有處理過 那個男性可能不懂得處理 因為每一個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就喜歡她 一直陪伴她 有些可能在爆發最強的時候 不過其實她爆發很強 通常她喜歡那個人站著 被她罵 所以那個男性又頂不順 這也是需要兩個人談談 怎樣相處的 這就是男性走在一起 喜歡下棋 去那些巨型的相機 多數是男性 有時有些女性的 少數 那女性是喜歡什麼呢 兩個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捱住 在那裡玩 開心 那女性也都喜歡 有嬰兒的一起 跟別人有嬰兒的一起聊天 都是聊到嬰兒經 都是她們的關係 男性比較關注事物 和活動 不善於關心別人 和溝通內心 女性比較關注人際關係 容易因為人際關係而不快樂 又會快樂又不快樂 好的時候就快樂 不好的時候就不快樂 女性覺得男性不能夠溝通 情緒化是正常的 這個正常不是對的 她會很容易情緒化 因為男性不懂得溝通 男性因為女性的情緒化 而覺得有壓力而逃避 這就是另一種反應 因為覺得她很猛 不想看到她猛 不想跟她在一起 於是就想走開 男性溝通的時候 多數是用意見的頻道 男性的頻道 多數會說 這件事不對 都是她壞 都是什麼什麼 即是一種意見 女性溝通的時候 會用情感 或者有時候用意見的頻道 就是 我真的很煩 很不開心 很猛 很激氣 唉 那個人真是壞 即是她那些感情的發洩 如果想溝通的時候 男性需要留意 女性在溝通情感 或者意見 即是她要留意 她在溝通什麼 如果她在溝通情感 你跟她說理智 就大家不同 不同台 即她在很猛的時候 那你們就說 要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這個是理智的頻道 她是不適合聽的 她在很生氣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真是很不開心 我知道她激得你很辛苦 你現在很不開心 就感受她的感覺 她就會覺得被明白和被安慰 如果她是理智頻道 跟你說一些家庭的事務 怎樣做 起初是理智頻道 但怎樣知道 男性不聽 她開始變成情感的頻道 很猛 家裡的事你都不理 這個是情感的頻道 那男性如果沒有留意 還是繼續跟她說理智 大家談不到 可以怎樣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家庭有很多事 我又經常都不記得 對不起 我都很想做得好些 這樣就回應她的感覺 那女性呢 所以男性需要先回應她的感受 先回應她的意見 而女性需要明白 男性是較少敏感對方的感受 甚至男性很多時候 不懂得說她的什麼感受 你問有什麼感覺 不知道呢 沒有 她覺得沒有 因為她覺得沒事 我都沒事 因為她又不需要爆發 她只是覺得 即她裡面是不喜歡 不過不想說 因為感覺這件事太醜怪 不想說 所以她能夠引導她明白 即女性可以引導她明白 她的感受和怎樣回應 她可以引導 多些告訴她 畫公仔畫出牆 男性和女性的特質向導 這堂所說的是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 其實也有些書 《男女帶不同》 都會說出這些分別 但是 是很難學的 為什麼很難學呢 因為男性很難明白女性 女性又很難明白男性 為什麼難呢 男性很難明白 為什麼經常都要講感覺 為什麼經常有這麼多感覺呢 為什麼經常有這麼多情緒 沒有辦法明白這件事 而女性又覺得 為什麼你沒有感覺 沒有搞錯 就是沒有辦法明白這件事 這個是思想上明白 然後慢慢去分辨 留意 就會慢慢越來越留意到 OK 向導 男性的向導 本質是主動的 女性的本質是回應的 動力是權力 就是有權力 女性的動力是親民 希望回應就是 希望得到人的愛 方向就是以事務為主 女性是以關係為主 角色是喜歡教 告訴她怎麼做 而女性是會 和她的父母是很願意和她建立關係的 在關係上 在關係上 對不起 這裡才說 在關係上 她是 dominance 其實這個中文不是分裂得很好 就是好像是 話士那個 女性是依賴那個 而性格 男性是以能力 就是說 我要有能力做到事 女性是謙虛 就是說 希望 在一個好像低一點的地位 想對方會愛她 愛她 溝通上 男性是理性的 女性是感性的 在成熟的男性就會是分離 分離是怎樣 她要能夠獨立 她自己有獨立的思考 獨立的動力 而女性的成熟就是相依 就是一個建立關係 所以這兩個是很不同的 所以當男性長大的時候 她就開始獨立 她就想她自己的世界 而女性成長 第一就是和家人的關係 第二就是和她將來的丈夫的關係 希望有這種相依的關係 是講到我使用輔導的方式 因為我會用 所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會用來的一些 非常尤其是 非常尤其是 除非 我們會用來的 最後幾乎 很尤其 我會用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